然后我送了两双袜子 送了一个长袖 然后送了一双鞋 我就穿了两条裤子 穿了一个雨靴 然后回来之后帐篷就没了 除了手切都丢了五千 我就发布求助 然后我送了两双袜子 送了一个长袖 然后送了一双鞋 我就穿了两条裤子 好就是这个有一个 大家看到这个多疯狂 我觉得注定这个活动 将来会夭折 这个夜月节是非常有名的 叫做 迷迪 迷迪夜月节 好像他们到处都在举办 然后到一个地区举办 然后就歌迷都去 然后在那里树营 树营本身就是一个 很神奇的一个文化 就是年轻人可能就有 喝酒我谈恋爱这些个事吧 都是那个荷尔蒙 非常猛烈的那种活动 这种活动好 是个好事 但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就是差别太大的 这个整个的社会撕裂的太大 许家印也是这个附近的老 这个人 然后这个兄弟们去玩这种 这种比较精神体验的东西 那里的农民们 他们是处于一种肉体生存的 这样就撕裂的非常大 我要是那里的农民 可能我也去拿他们的东西去 嗨吧 有个视频拍了 一个女的在那里 就反正翻他们的东西 他就说 你怎么拿我们的东西 这都拿呗 说这都没人要 有点那个意思 拍的视频就在那里拿 我觉得当然是不对的了 是错误的 是犯罪了 但是这个就是 你知道这个差别够多大 这个年轻的人 有的年轻人 就把钱包放在桌子上 很震撼就是给我的感觉 甚至我自己孩子 就做这样的事情 我太震撼了 有一次我去他学校 我发现我孩子 把钱包放在他的桌子上 我太震撼了 就是我觉得 我一点都不了解我自己 就是我是一种 什么样的家庭环境 可以让我的孩子 处于这样一个状态 其实我要说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有的时候 他们东西是应该要丢 不丢不符合天理 你跑到那个 这个地方去 你以为许家院在那里诞生的 你们就可以到那里去玩泵迪啊 他不是你玩泵迪的地方啊 那个地方啊 是吧 你来我 我们这个二奶村这里嘛 这个可能是中国最文明的地方了 你想这里本地人 都是中国最有名的二奶村这里 他可能就不会偷你东西去 这样说不好是吧 我没有说应该如此 我是说现实 现在碰到的问题 这些个 这些个我也应该 不应该如此 我也批评这些个东西 但是我 我现在在给大家描述一种现实 东西都偷了 红星新闻报道 目前还没有抓到 抓到协议人 为期四天的 2023中原 谜敌烟月节 落下帷幕 我觉得这个谜敌烟月节 早晚会给你们取缔的 你们等着瞧 但是我反对取缔你们啊 留着你们是最好了 别取缔 但是你们活不长 日前有网友称 烟月节现场 迷路 露营区出现偷盗事件 使得这次盛大的烟月节 蒙上了一层不愉快的色彩 10月4日上午 红星新闻记者 致电南洋市公安局 接线民警表示 优越言乐会 言乐会已经结束 一些乐迷 是在返回后 报了警 这给追回 被盗物品带来难度 目前主委会 正在对仪式的物品 进行登记 一旦追回物品 这粮信失足 目前我们还没有抓到 协议人 事实初步调查 明朗后会立案 澎湃新闻报道 就很长 说长假期 河南南洋 迷笛夜夜节 登上了热搜榜 不过后面 还跟着另外一个词 偷东西 社交平台有留言 照片显示 游客的帐篷 以及里面的财物 被当地村民 是疯狂盗取 搜刮 从衣服 耳机 电子产品 乃至纪念的手环 珍藏的笔记 等私有物品 都遭到窃取 有游客 上个厕所回来 发现帐篷就没了 衣服被洗劫一空 视频显示 闯入营地的村民 当着游客的面 在搜刮帐篷里的笔记本 电脑等贵族物品 就是整个的社会 它阶级分化 太严重 贫富分化了 就是你 奇怪吗 是吧 你把钱包放到那里 他当然就拿 虽然网上的爆料 还有待核实 不过10月3日 中原谜迪 夜月节 组委会 已对盗窃事件 做出回应 月明反映现场 或露营区财务被盗 谜迪和南洋区政府 是深感通信 遗憾 谜迪与公安正积极沟通 南洋市公安局 与沃龙区公安分局 也成立了专案组 全力侦破 之前 连南洋小学 都在欢迎你的热情好客 疯狂谜迪 泥地撒野的城市童话 到一些村民闯入营地 捡禁扫荡 搜罗游客的财物 冷热的场景 切换的过快 让南洋演乐节的游客 感到了童话的破灭 就案件来说 并不复杂 一些村民擅闯演乐节营地 偷盗与哄抢游客的财物 据乐迷声称损失 几千到数十万 已经涉嫌犯罪 希望公安机关彻底调查 严肃处理 要彻底杜绝当地 法不责众的心态 为游客讨回公道 南洋的迷迪夜夜节 正应了古人奖的 围山酒任 功亏一篑 整个夜夜节期间 南洋当地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书记市长亲自当志愿者 连夜组织大巴车 转送游客 酒店热情招待了一身泥浆的乐迷 但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回 传千里 最终南洋市 这场城市盛宴给公众的印象 是和偷东西绑在了一起 就业有问题 福利有问题 你让老百姓 他不就是这样子吗 是吧 听到一个老师讲一个课 是吧 到底是这个 那我没办法说 说不了了 是吧 就是你福利 就业都有问题 人的尊严都有问题 你搞这些个东西 当然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了 就是 是先生蛋还是诞生鸡的一个问题 是吧 可是说 假设的情况 只能是找一个方面的问题 不能找两方面的问题 也就是说 就是 是一小团人坏了 还是这所有人都坏了 的问题 你所有人都坏了 这样的假设就 无解了 他即便是个事实 也不能信这套鬼东西 我们只能信 你小桌人坏了 把那小桌人处理掉 他不只是处理人的问题 就这么多 把钱包放在桌子上边 被偷离活该 是吧 要认清现实 是